喂 喂 想結啊 你結什麼結啊 我沒錢 沒錢是嗎 啊 小心我擋炸 白豆子精 紅豆子粗 啊 爸爸拿來 來 大哥我真的沒錢 就求你放過我吧 我捅進去了 啊 各位 哎呀 哎呀 我還以為是真的要吐我了 想不到啊 是個木頭啊 真的是 我包裡面好幾萬塊錢啊 我怎麼可能這樣放過你 你幹我怎麼吐死你 哎呀 哎呀 哇 這好幾萬啊 哎呀 還有個手機啊 這手機也不錯 哎呀 哎呀 這個女孩子 越看越漂亮 要做我女朋友就好了 哎呀 哎呀 不過我 還是可以想辦法 泡一下她 回搖 哎呀 她的衣服 哎呀 泡我女兒去 哎呀 人啊 哎呀 人啊 哎呀 哎呀 人啊 人啊 哎呀 要不要做目的啊 還做什麼目的啊 大哥 蛤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男人 叫你跑出來 怎麼回事啊 哎呀 看你慌慌張張嗎 怎麼回事 她抱我包包搶走了 哎呀 想結啊 是啊 這光來萬事還有人敢搶劫啊 對啊 那你包裡有什麼東西啊 我包裡面有幾萬塊錢的 還有一部手機的 哎呀 真的是膽大包天了 要被我發現啊 我不把他倒成又醬啊 那大哥你有沒有看到啊 長怎麼樣啊 那個男的跟你差不多高 穿什麼衣服啊 白色的外套 還穿了一條 黑色的褲子 哎呀 你別說 剛才我還真看到有一個人 匆匆忙忙的 從這裡 溜掉了 這裡啊 對啊 那希希大哥那我走了 哎哎哎 已經走了好久了 一個多鐘了 一個多鐘 你現在追也追不上啊 那怎麼辦啊 好幾萬塊錢啊 哎呀美女 你不用緊張 要不這樣嗎 我也是這個村的 我幫你找人留意一下 一定要把他找到 行行行 我在這個村認識的人多 兄弟多啊 肯定能幫你找到 那你幫我通知一下啊 哎呀 等一下啊我打電話叫 馬上叫人 喂 阿聖啊 哎呀馬上幫我 發動幾個年輕人 幫我找一個搶劫犯 他搶了我女朋友的包子啊 哦 留一個個路口 千萬不能讓他跑出去的 白色衣服的 身高跟我差不多的 嗯好的好的 那有消息啊 第一時間通知我 好吧 啊好啊好 大哥 你怎麼說我是女朋友啊 哎呀 我說你是女朋友 那些人才上心一點嘛 那也是啊 他們找 那我去找一下吧 哎哎哎 哎呀 你現在找有沒有用啊 哎 在這裡等 也是敢等 他們有消息啊 也會通知我的 要不這樣吧 美女 去我家休息一下 我搞杯水給你喝 哎呀 那行吧 你家有多遠啊 也不遠 就在這附近 好不好 那行吧剛好我也渴了 那上車吧 打咬了啊 你應該還是單身吧 嗯單身了 哦 哎 美女 這是我家了 行行行 不用客氣 當作自己壓一下 好好好 你先坐下來 休息一下 行行行 我去倒杯水給你壓壓金 老爸 要不要消午要水啊 哎呀 哎呀 兒子啊 什麼消午 這是誰啊 哦 這是我老爸 你好 這是我未來女朋友啊 這麼漂亮 那兒子啊 剛才老爸叫你買的東西 買了沒有 哎呀 這是後衛箱呢 你自己去拿一下吧 啊行 那你們在這盒上查一下啊 不用客氣啊 你放心 我已經發動村裡面的 那個兄弟幫你找那個包 一有消息 他們會第一時間通知我 應該能找得到 謝謝 哎兒子是這個吧 哎呀 我的包子 我會在這裡啊 幫我兒幫我兒給我啊 老爸 叫你拿你的包 你幹嘛把我的包也拿出來啊 順便幫你拿進來啊 這個凡色的包是我的 你的 是啊 啊 哎 幹嘛 哎小姑娘啊 天底下款式一樣的包多了去了 是不是看錯了 那不是 你的包怎麼會出現在這裡呢 這個包就是我丟的 剛才我在你們村那個坡那裡啊 有一個人搶錢 幫我包包搶走了 有人搶啊 是啊 兒子 是不是你幹這種壞事啊 哎呀老爸你說什麼呢 我是搭客的 你不信你可以看一下 我裡面有5萬塊錢現金 5萬塊錢現金呢 還有一部手機 還有一個領錢的小票 這怎麼回事啊呢 五萬塊錢在這裡 你叫什麼名字啊 我叫李時蘭 哎呦 對啊 李時蘭 那手機 還是我的搶紙呢 你看到沒有 換不得的啊 我就說你的聲音怎麼那麼熟悉 原來啊 你就是那個搶錢放的你 你不要亂收啊 我剛才是撿到的 撿到的 像你這種社會毒瘤啊 敵人被人家 將你衝擊敗毒手 走 喂喂喂 美女啊 我也知道 看來是我兒子幹的壞事 哎 老爸我都說撿到了 美女啊 還狡辯呢 你的聲音被人認出來了 你好有何居心啊你啊 你搶了我的包 還把我帶回你家 你怎麼回事啊 我怎麼會啊你 美女啊 我是看你長得漂亮 我早就留意到你了 我只是說 利用一個英雄救美之計 想讓你做我女朋友 我沒有什麼壞意的 你叫有圓名 還想我做你女朋友 做個夢啊你 小姑娘啦 看來你這個東西又沒有損失 我也知道是我兒子錯了 我也絕對不會重用他 但是現在你包也拿回來了 你不願意做我女朋友也就算了 那你走吧 走嗎 我今天被人家帶你去 我承認一下 走 要不這樣 我先去搭課了啊 搭課了 說得對 自己犯了錯誤 自己來常談 我支持你 但是小姑娘啊 你的損失也拿回來了 希望趕下去派出所啊 你幫我求啥行 好 給她一個教訓就行了 哎呀 老爸你要想辦法救救我 不能去派出所啊 她救你我救你 不就是縱容你嗎 必須要給個教訓 走 走 你知道錯我兒子幫你求進求進 要不要 我都不管你了 走 你是大一妹親的老爸 對 今天就是大一妹親了 哎 哎 等著小朋友 你會不會堪稱啊 不會 那我告訴你啊 嗯 你這個車兩斤就啊 嗯 好 兩斤的話 那我就給你兩塊錢嗎 嗯 兩塊錢 來 先給你一包辣條 謝謝 老爸 我 從來不會騙小朋友的 嗯 來 兩塊錢 慢走啊 拜拜 哎呀 這麼好的車 還九層新呢 新買應該要好幾百塊錢呢 我兩塊錢就拿下 這個啊 我不能當作廢銅廢鐵賣 我要拿去二藻市場啊 起碼要賣一兩百塊錢啊 這個錢啊 就是好賺 哎呀 嘿呀 再看看啊 從裡面還有哪個小孩子 有好東西的 我全部收上來 姐姐姐 是不是吃辣條啊 哎 弟弟 你哪來的辣條啊 哦 是收破爛那個給的啊 收破爛那個給你的啊 收破爛那個給你的啊 嗯 陌生人給的東西不能亂吃 知道沒有 嗯 那個收破爛那個好好啊 他給了我兩塊錢還送來 我一包兩條了 給了你兩塊錢 哎 弟弟 你那個車呢 賣給他的啊 你兩塊錢賣給那個收破爛那個啊 嗯 弟弟啊 那可是我花了五百塊錢幫你買的 那個收破爛那個在哪裡啊 在村口那邊 行了弟弟 你先回家 嗯 大家不要出來啊 哎喲 這個破爛老啊 竟然給欺騙小孩啊 這麼沒良心啊 看老娘怎麼收拾你啊 走爛通爛鐵爛亮海 高安高拐 高水高布 爛鐵爛 走爛鐵爛亮海 哎呀 那輛不就是我弟那輛車嗎 走爛通爛鐵爛亮海 高安高拐 高安高拐 高水高布 爛點棒 叫我啊 那你叫你肯定是叫你啊 哎呀 沒你 长这么漂亮啊 我有点紧张啊 是不是收破烂的啊 是啊 有什么东西卖吗 我家里面有一些铜线 收不收啊 铜线 收啊 铜线贵的啊 多少钱一斤啊 哦 平时 我收的是20块钱啊 妹妹啊 我看你长得漂亮 我给多点 25 才25块钱一斤啊 别人那收 也是收25 那我还不用卖给别人 别人也收25啊 对啊 那你想要多少 哎呀 破烂老 你怎么年纪轻轻 出来收破烂啊 哎呀 这个职业不分贵贱 能赚钱就行了嘛 是不是 哦 那你 现在还是单身吗 哎呀 现在啊 男多女小 女朋友不好少 还单身 那你看我怎么样 难道你也单身吗 是啊 哎呦 这么年轻漂亮 模特身材 哎 怎么可能还单身吗 原分味道嘛 哎呀 那你给我多少钱一斤啊 美女啊 你是单身的话 你想要多少 我给多少 那就50块钱一斤吧 50块 可以 给你 有多少啊 哎呀 可能有几十斤吧 几十斤那么多啊 是啊 那你在这里等我 我回家拿给你啊 嘿 赶紧赶紧 好在这里等我啊 哎呦 这么漂亮 还单身 要是能做我女朋友就好了 哎呀 嘿嘿 这个砖头啊 起码有二十斤 他刚才说 给我五十块钱一斤 起码有一千块钱 等一下 把我弟买车 那个钱也赚回来了 我再把这些线啊 盖在上面 他应该不会发现 看着挺重的吧 是很重啊 哎呀 你早说嘛 就讲重活 叫我去你家 我帮你拿过来不就行了吗 何必辛苦你呢 我用麻烦你了 我自己拿过来就行了 不用 全部是铜线吗 那肯定是啊 那我看一下啊 哎呀 看什么看 有什么好看的 还有点事想问你呢 哎呀 我不是看看他什么质量 是不是 他信不过我吗 哎呀 不是这个意思 你非要看 那我给你看一下吧 那你看 哎呦 果然是铜线吗 啊 都说了是铜线了 那 行 那我蹭一下 这个蹭啊 那么小 应该也蹭不了吧 这么重 哎呀 也是啊 那就 估价给你吧 那就按五十斤吧 哎呀 也差不多 啊 就算不够 我也给够你五十斤了 啊 那 我们再给贵一点了 哎呀 美女五十已经翻倍了 哎呀 刚才你想问我什么 哎呀 我都是想问一下你 今晚上有没有空 我们去约会 哎 真的吗 真的啊 我一个破烂老 你这么漂亮的大美女 你愿意跟我约会啊 哎呀 虽然你是受破烂的 但是 你也是做生意的 你是个老板啊 哎呀 有眼光 有眼光 嘿 我喜欢丁 你看 你也是单身 我也是单身 不如我们今晚去 吃吃烧烤 喝 喝一下奶茶 出去了解一下 可以啊 好 我喜欢 那今晚我们就出去 约会吗 可以啊 那个巴的 好不好 没问题 我来接你 好不好 在这里等我啊 我去你家门口挡也行 在这里等就行了 那行 就在这里等 那你这个能不能 贵一点 那你想要多少 哎 五十斤 刚才说五十块钱 一只两千五 那就给个三千吧 三千 三千就三千了 哎呀 反正 反正大方 我就喜欢这种 大方的男人 哎呀 我也喜欢你这样 嘿嘿 三千是吗 嗯 来三千吧 哎呀 那今晚见了 请 带上身份证了 要带身份证了 是 干嘛要带身份证啊 哎呀 看电影 看通宵啊 看通宵啊 是啊 哎呀 不是不可以 嗯 要是你再加一点钱 我就带身份证 加一千 哎 可以啊 那我今晚就带上身份证 对 反正啊 赚着钱啊 还不是为了给女朋友花的 那你今晚开这个车来接我啊 我在清脉有小车的 嗯 没问题 那你就开小车来接我啊 啊 今晚见了 啊 行行行 啊 哎呀 我回去了啊 想不到啊 小破烂 还收上了个女朋友 钱也赚 哎呀 女朋友也赚 消工消工 哎呀 哎呀 这么多钱 这个破烂老啊 人品这么差 一点良心都没有 连小孩子都欺骗 还想让我做你女朋友 做梦吧 你现在立马把你的联系方式删除了 嘿 你今晚就跟鬼去约会吧 哼 哎呀 哎呀 怎么一出去约会了 哎呀 这铜线看看质量怎么样子 哎呀 哎呀 怎么回事 一块砖头来的啊 竟然 拿一些线来掩盖住 我发个信息给他 美女啊 美女啊 你那个铜线里面怎么有一块大砖头啊 哎 红色碳号啊 哎呀 把我删除了 哎呀 肯定是上当啦 哎呀 哎呀 要不认识他家 要不知道去哪里找他 哎呀 哑巴是黄脸啊 只能这样倒霉的 看来啊 亏心事做多了 哎呀 也被别人收拾了一次啊 哎呀 哎呀 哎呀怎么会啊 会洗洗碎的 走出去 老公你敢我干嘛呀 干嘛 啊 离婚啊 为什么要离婚啊 为什么离啊 你看你 跟我结婚六年了 啊 生了五个孩子 你怎么那么能生啊 哎呀 老公 那人家都说了 我屁股大好生养 我一不小心就生这么多了 我也不想啊 那你要搞力过我的感受啊 生下来不用养了吗 现在累的是我啊 啊 你看 为了这几个孩子 我愁得头发都要掉 变白了 掉光了啊 啊 张开眼 大的要学费 小的要吃奶粉 啊 一天到晚都是钱 活活也干不了 更没有一点个人自由空间了 老公我们在辛苦这几年 过了几年孩子长大了 我们这就享福了 有那么简单吗 啊 你看现在几个还那么小 不知道还要花多少钱呢 就算读书出来 都知道还要给人们买车买房 要不然还娶不到老婆 我想想我都觉得可怕 我都觉得我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老公呢 你干嘛要想那么多啊 儿孙自由儿孙福 这些都不用你操心他们 以后会想办法的 但是现在我累死累活了 你理解我的感受吗 尤其是有感冒发烧的时候啊 叫到没有一觉好睡的 天天就围着他们坐 哪里还有我个人的生活啊 玩都没有时间去玩一下 啊 我这辈子感觉啊 就毁在他们的手里了 老公 你这结婚每个家庭都说 多子多佛 是不是 几个孩子你怎么还嫌弃啊 既然你喜欢多 那我全部给你 我一个不要 你带走 李温 这几个孩子你也有份的 你不能那么绝情啊 说离就离 我不管那么多 我累了 我受不了了 走吧 哎呀老公 你要我们回去吧 走走走走走 你把你把我赶出来 我一个女人 带你个孩子你叫我怎么办呢 你爱怎么办呢怎么办 我不管了 姐姐拿心里吧 你爸爸都不要我们了 你爸爸都不要我们了 我们走吧 妈妈我肚子饿了 你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我有没有东西给你吃啊 我怎么那么命苦啊 一个女人带那么多孩子 哎 阿兰 怎么带你几个孩子出来晒大洋 还在那里哭呢 孙江 我老公跟我离婚了 什么 阿兰 他怎么会离婚啊 孩子都这么大了 什么事情啊 他就是前我生了五个孩子 太多了 他负担不起 也养不起了 什么 他这个人怕辛苦 不想养孩子啊 是啊 哎呀 人家多少人 有孩子呢 他觉得幸福呢 他这个人 脑袋有问题啊 姐姐 我带你回去 找他理论理论 哎呀 村长没用了 他不会收留我了 他前面已经赶了我好多次了 哎呀 那他是决意要跟你离婚了 不要你们了 对啊 离婚这样都办了 办下来了 哎呀 这个人是没有救了 只要有一天他会后悔的 那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这里 那也不是办法了 要不 你回娘家去啊 先回娘家住 再想办法吗 哎呀 当初跟我那个老公 太多的时候 我娘家那边就反对 然后我执意 要跟他结婚 我娘家那边都跟我断绝关系了 哎呀 这样啊 是啊 那就麻烦了 自己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孩子 活也干不了 你说了村长我好伤心啊 哎呀 阿蓝啊 要不这样吧 怎么办啊 我 带你去重新找一个归宿 村长你开什么玩笑啊 现在人家相亲的都喜欢那种女孩子 我带着五个孩子五个累赘 人家肯定嫌弃我的 哎呀 可能说一般人都会有点嫌弃 那也正常 但是 我介绍给我老表 我亲老表 我很了解他的为人的 人很靠谱的 只要你不嫌弃 应该没有问题的 啊 我五个孩子 只要他对我五个孩子好 是有己出的 我都愿意 你放心 我人品 我老表的人品 我相信他的啊 那个 要不去看一下 那行吧 为了我的孩子 那我我们就去看一下吧 哎 我背起来了 带几个孩子 总得有个归宿的 小弟啊 你说谁的新欢 不是别人的救爱 虽然说结构婚带了几个孩子 但你要换过来想想了 你不用出力 直接就可以当老爸 是不是赚大了 再说了 人家已经帮你把几个孩子养了这么大 你还省了一大笔的抚养费呢 现在养孩子成本那么高 是不是壮大 也是我听你这样说 反正也聊了这么久了 什么情况也跟你们说清楚了 就这么一回事 你怎么考虑呢 我这边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不知道阿兰你 会不会嫌弃我这个家境 家境没钱嘛 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挣的 只要你对我五个孩子是如己出的 在亲生一样对待 对我也好 那我就踏实跟你过日子 放心吧 如果你跟老话 我肯定会对你好的 对几个孩子也是如己出的 那我就没问题 你看聊个人品不错吧 是顶老师吧 也通情达理吧 我就觉得你们很帮败 感觉是天生一对的 只是相见恨网 对吧 既然你们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我就建议你们了 抓紧时间把结婚证领了 然后好好过日子 把几个孩子 抚养长大成年 好吧 好行 没问题 那我也没问题 没问题 那行吧 肥的我也不多说 那我就先回去了吧 等一下 老表 你带了这么好的老婆给我 我给个红包你 哎呀 给个红包你 老表 不用搞这一套 我也不是专业作媒的 我只是想关掉 关掉老表 本来你现在如果说真正成家了 养几个孩子也不容易 我能帮就帮 是不是能力有限 我这里呢五千块 你先拿去 给他们买点生活用品 这个钱我怎么好意思拿 老表一场 不说这种 现在你有需要 我能帮就帮吧 那就当这个钱 当我借你的 好好对待他们 好好过日子 有人知有物 我相信你们 总有一天 会过一场好日子的 啊 好的 以后有钱了 会还给你的村子 哎呀 有了再说吧 啊 谢谢你啊 老表 要不要吃个饭 没有 你先把他们安顿下来 好吧 村长慢走啊 好的 来阿兰 要不要你先进去吧 我去买点生活用品 行行行 好吧 我们走了 哎呀 早知道我就不跟他离婚了 找到我现在过户伶俊了 一无所有 不知道到过户伶的原料 哎呀 老婆 几年不见 你怎么 看起来比当年还年轻漂亮了 我什么都不用干 生活越过的时间 我肯定越活越年轻啊 哎呀 老婆啊 我现在知道错了 当初不应该跟你离婚 不应该赶你们出门了 搞得我现在啊 孤孤伶伶的 无依无靠 什么都没有啊 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啊 那一个人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哎呀老婆 你就不要说那些了 你看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 跟我付婚 跟我回家好好过日子好不好啊 你别想啊 真的是当初那么狠心把我还有五个孩子赶出门 今天还有人过来求我 哎呀 你不敢我不管 那以后我怎么办 我老子怎么办啊 那么吵啊 哎呀 这不是大女人秀秀吗 这是你老爸呀 哎呀 我才没有这种老爸呢 什么老爸 哎呀 年轻 那个大学毕业了吧 现在应该 你看孩子都不认你啊 那有两条过来呢 秀秀 我知道说 叫一张老爸啊 我才没有你这种老爸呢 当时啊 不顾及我母亲一个人带五个孩子 那么辛苦的 把他赶出门了 哎呀 你有没有经过一个不做父亲的 就占夫的责任啊 无情无义的家伙 你现在还过来干什么 大女儿呀 毕竟我也养了你们好几年了 啊 你看 能不能跟我回去啊 要不要我老了 无依无靠啊 无依无靠也是你自作自受啊 那你叫别人介绍一个给你啊 哎呀 别说了 人家都没有一个看得上的 还是你好啊 老婆 跟我回去吧 啊 那也是你活该啊 我跟你说 现在我生活过得很好 你赶紧躲着 不要来打扰我 哎呀 老婆 你实在不愿意跟我付款 那比你把那个儿子还给我 让我儿子给我养老送中 你经过一天的父亲的责任吗 他感冒的发生的时候 你在哪里啊 现在还有一事说 跟我养好儿子 你赶紧躲吧 你不要 你把女人还给我啊 你还给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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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女人还给我啊 养老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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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重的啊 就这里啊 怎么没有人在家呢 我老公去外地上班了 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家 你老公不在家呀 那你就一个女人家 还带着个孩子在家 也不容易 那你给一下车费 100块是吗 200 怎么200啊 刚才不是说好了100块的吗 100块钱 一个人 你们是两个人 所以说要200 孩子这么小也要收费吗 我转什么公交车都不用收啊 哎呀 在小他也是一个人嘛 对吧 哎呀 你这人怎么这样子呢 哎呀 那个我们也是要做生意要赚钱的嘛 是不是 三张水远七八十公里 拉你到这里 我们也要养家糊口了 你确定要收200是吗 哎呀 要不然 是不是啊 我们这生意怎么做呢 哎呀 莫地老也对 你们莫地老也不容易 哎呀 收200 你正常的 那我就给200块你吧 行 那就给一下车费 但是我身上只有100块钱了 我回家再拿 拿钱给你吧 哦 那行吧 那你快点啊 哎呀 莫地老啊 啊 开了这么久的车 你肚子饿不饿啊 哎呀 你别说 还真有点饿 哎呀 要不要进去里面喝碗粥啊 哎呀 你家也没有人在家呢 那个等一下进去孤男寡女的也不好吧 没事的怕什么不就喝碗粥吗 再说了那你喝粥你要不要收费的 收什么费啊 我们乡下人喝碗粥不收费的喝多少碗都不收费 真的啊 真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进去吧 哎呀 美女真是好人啊 嗯 进来吧 哎呀 哎呀 莫地老 我家的粥好喝吗 美女啊 你别说 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好喝的粥 啊 简直是回味无虫啊 不但粥好喝 酸菜更好吃 是吧 是啊 那行 我给那个车费你 来 200块钱车费 哎呀 没想到美女啊 人这么好啊 啊 我就喜欢拉你这样的客人 嘿嘿 啊 我就先走了 哎 先别走啊 什么了 喝粥的钱你还没给呢 美女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喝粥不用钱的吗 喝粥不用钱 酸菜要钱啊 哦 那这样吧 我另外给10块酸菜钱 好吧 什么10块 啊 一千块 什么 一千块 你这什么酸菜要一千块钱啊 什么 这是我家主传的酸菜 是我爷爷的 爷爷到深山里面挖的 看经过九九八十天腌制了 哎呀你再怎么样 你也不用一千块啊 啊 就要一千块 快点给钱 行嘛 大不了哦 倒退一百块钱车费给你 行了吗 什么倒退一百块钱车费 不行 一千块没得说 哎呀 没有 没有 你别想走 干嘛 等下我跟我村里面的人说 说你非理我 你别想找出这个床 你给不给 哎呀美女啊 你这么 哎 来人啊 哎 哎呀美女啊 啊 给五百行了吧 不行 喂 哎呀哎呀 哎呀你这样一搞人家 以后我怎么在你们村做生意啊 哎呀 快点给啊 不用说那么多 哎呀 真的是 一千是吧 一千 一分都不能烧 我要拉一个月才赚还一千块钱啊 哎呀 真的是 来手一下 行吗 没想到你 啊 表妹看试试文文 怎么这么坏的 哎呀 谁坏啊 以后都不想拉你这种客业 以后我还没想做你的车呢 哎呀 这种可以摸地啊 看你这么坏 不给你上一刻怎么行 看你以后还这么缺德吗 哼